歡迎我們下一位王子 嗨 你好... 他...你有... 你有混血的這個 完全沒有 有沒有一點點像外國人 有一點點 好 簡單的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叫林詠發 我目前27歲 我身高175 然後體重是68公斤 我的星座是天蠍座 很高興的是大家 就他的簡短的介紹跟外型 做第一次的選擇 OK 這樣算不錯... 這樣算不錯 你不是很難 我跟你講這樣算不錯啦 告訴我為什麼 來 喬可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他也是天蠍座 就是我也是天蠍座 然後個性會太像 所以我會覺得說 可能吵架的時候啊或是 就是生氣的時候 兩個人都... 就是個性都太像了 所以就沒有人會低頭 我覺得他看起來有點 有點沒自信 就害羞害羞的 你這樣講 我是覺得感覺比較溫和 你會覺得你沒自信 或者是比較溫和嗎 其實我們做服務業的話 其實自信上基本上會有啦 面對客人的時候會有 只說可能 面對這麼多人的時候 對 尤其看到這麼多 漂亮的女生 所以他透露出一頂 他是服務業的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讓各位 對他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王子的介紹 大家好 我是林永發 我目前在從事 汽車銷售工作 那我在去年的成績 在全國排名是第八名 然後在北區是第三 也為公司 創造大概七千多萬的業績 所以今年被提升為主任 自己本身 對海鮮這個部分 是非常情有的獨眾 尤其是對於夏子 其實我們參與三五個的同事 其實在下班 自己都會千辛萬苦的啊 會煞到桃園 回去吃 夏子吃到飽 這次我平時做一個最大的休閒日 但這一切都非常的值得 如果你吃了那麼多蝦 會不會 你身一看到就把我的燈球不安掉 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位 可以聊得來 又可以一起吃吃喝喝 等於另外一位女孩 我們一起吃蝦吧 奇怪 為什麼這個 介紹到了快要結束的時候 大家開始拚命按來 告訴我為什麼 我對蝦過敏 還有花枝 妳不要吃嘛 可是他吃我就會想幫他剝 或者是什麼給他 可是自己又 就很讓他很喜歡吃蝦 妳為什麼 一定要幫他剝蝦呢 就我比較貼心 妳比較貼心啊 然後他又說身高就是 不要跟他差太多 我可以為了他穿平底鞋 可是我還是不太高 那是他不介意啊 有 他說不要跟他差太多 妳一百七十幾 一百七十八 七千萬的營業額 算很厲害對不對 算還不錯 不要客氣了 真的 算很好啦 算很好 很好 北部第三名 對啊 好就好 人家就說妳沒有自信 好的部分妳就不要客氣了嘛 亮燈的這幾位都想要聊 來 我們先從妮妮開始 我想問一下 妳好像對自己的要求很高 那妳對另外一半會嗎 然後就是妳現在升主管了 會不會需要應酬 其實新車來說的話 應酬比較不需要 我們只要在店裡面接客人就可以 等客人來就好了 比較拘捕 那對另外一半的要求咧 另外一半的話 因為我是希望說就是 自己會可以有自己的空間 但是就是說有空的時候就是 互相就是要找對方 因為我本身 就是不是要完全黏在一起 是這個意思嗎 因為我們工作也沒有辦法 完全黏在一起啊 我想問一下 因為剛剛從影片上沒有看出 就是妳平常的興趣是什麼 那妳平常有什麼休閒活動 除了吃蝦以外 有沒有別的... 有沒有別的興趣 就是運動或者是看書 或者是幹嘛出來的這樣 興趣啊 掉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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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耶 剛剛都沒有講耶 妳喜歡幹什麼 其實平時下班之後 我們其實會一起去 像我們剛剛有說到 每週會固定打一次球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會相約去 可能去貓空啊或是陽明山 我們可能會去泡茶 聊天啊 因為其實對我們來說 其實跟同事或跟家人 或是跟女朋友相處的時間 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 來 佩晴 請問假日要上班嗎 可以排班的 所以呢 一個月大概幾天要上假日班 其實大概 假日大概可以休個兩三天左右 大概兩三天 所以有時候假日要上班 有時候不用 對不對 看排班 妳已經在想約會的時間 怎麼安排對不對 因為... 因為我也是銷售 對 也許我要去車廠找他之類的 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因為妳剛剛說 妳是汽車的業務 那因為我也是從事 有關於汽車產業的 那我們也有坐這個車 我們公司也有坐這個車 同行... 對 然後呢 可是我需要應酬 妳臉又開始花紅了 妳很容易被看穿 妳剛剛說要不要應酬 那她說她不需要 可是我的需要 那妳介不介意女生出去應酬 還有喝酒呢 其實應酬 如果說對方有需要的話 只要對方有報備 其實都是可以接受 報備 就說可能大概就是講一下 不是說報備 通知啦 通知一下 報備好像太嚴重了 對啊 妳一講報備很多人 她報備 就大概都通知一下 就講一下啦 所以妳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那我們就要看 王子的推薦 她聽的是其實 她本身還滿內向的 有些人會覺得說外觀不錯 我覺得很發誓 她其實不會 妳臉媽平常都很孝順 很乖 我希望她長到一個好女孩 很孝順 如果妳臉媽對她不好的話 我就給她翹下去 她還沒有說 就已經很多人滅了耶 為什麼 因為那個她弟弟還是 有推薦說她是個比較內向的人 可是我比較喜歡就是開朗 就譬如說我們兩個在一起 如果我想不到話題聊的時候 然後她可以就是很... 就是可以逗我開心 或者是趕快想話題跟我們聊 可是如果她是很內向的人 就如果我們沒有話題聊的時候 就會乾在那裡很僵 剛剛是哥哥喔 哥哥 是嗎 妳自己覺得是不是 其實當業務一定會要外向 要會找話題啦 其實內向是不太會啦 我是屬於比較... 可能比較悶騷型的 哥哥是這樣的嗎 內向要看場合啦 什麼場合會內向 像... 跟女生講話的話就內向 你說不熟或者不認識的狀況下 對 一開始 對 會不好意思 會不好意思 這其實 還算正常啦 一開始認識 現場 有一個人 他的燈神亮著 所有的這些凡文汝捷 都跳過了 我們就直接請我們的王子 去牽齊齊的手 來 好 這個沒有什麼波折 就進入到這個狀態了 妳一直亮著燈 有沒有什麼特殊的點 因為我覺得他雖然是做業務 可是他其實並不有 對 對 一般做業務的人 是不是都會有一點點 他比較謙虛 很江湖的感覺 他不會 所以這是 就讓他欣賞的一點 你看他汗流成這個樣子 那就恭喜兩位 在一起去約會吧 有沒有覺得兩個人 很配的感覺 適不適合到這裡試一試 你就知道了王子的約會 還有游泳教練小白 與可愛的佩佩 他們都出門約會囉 養生王子林瑋傑 開著車子 在正大武器念軒去喝茶囉 兩人在茶館裡 天南地北聊不完 最後在小搞笑 跳跳拍照留念 完成了第一次約會 同一天 鋼琴王子林一帆 與乖乖來到信義去約會 兩人的親密指數 你自己看 好吃耶 不知道好不好吃耶 好可愛的愛心 好可愛的愛心 剛好明天日清了 對 餵你吃 餵你吃 好吃嗎 那我就餵你吃 好 兩人的濃情蜜意 就好像一場精采的煙火 正在綻放 好的 實況鏡頭轉向咖啡廳 純情二人組 竹竹與范江洪韻相約下午茶 透過手機分享過去照片 慢慢地展開彼此的話題 竹竹在約會心得時 意外透露一個小祕密 今年二月的時候 我跟朋友去算塔羅牌 就剛好去餐廳吃飯 然後就順便算塔羅牌 然後那個塔羅牌就會跟我 他就跟我說 今年七八月的時候 會出現一個志同道合的男生 然後他都說 而且是花美男型的 我當時聽到花美男 想說應該不太可能吧 然後結果這次就突然出現了 一個這樣的機會 我覺得該不會就證他吧 感覺太酷了吧 原來這一切都是天意 希望他們真的是 命中注定在一起 2012年9月1號 下午2點 後山皮站 佩佩與小白 相約吃飯逛街的下午 哈囉 哈囉 你剛來了 好 剛剛不太確定過 對 今天造型還不錯 還滿帥的 現在時間是1點57分 我本來想說踢到五分鐘吧 結果沒有被被魚仔找不到 真是有夠丟臉 錄影兩週後才見面的他們 看起來彼此很期待 兩人來到小白指定的 義式餐廳用餐 一邊用餐 一邊回憶錄影當天的感受 那天我超不少說 因為海中這件事情 然後被啾... 他就一直被按掉 是因為都花太多錢了 不是啊 是因為我覺得今天 我會想要收很多東西 是因為 如果... 也不是只是死了 就是我會想要真誠這個感覺 所以那妳可能這樣就要不要 我喜歡我喜歡 這樣好龍頭 好瘦山 因為我自己也不瘦 所以我不太喜歡 因為我旁邊有男的 就是比較瘦氣 然後像她的女朋友 像她看起來肩膀很小 像她講一下 像我被封一些 所以我怕她現在她就直接倒下去 對 很重的很滿喜歡 對 但她就至少有那種蛋飯的 然後... 然後... 兩人邊吃邊聊 笑聲不斷 挺有感覺的 她... 就是她喜歡什麼樣的男生 她說喜歡重重的男生 我還滿重的 應該是OK啦 就是我覺得她應該也還滿喜歡的 跟小白出來原配 我覺得還滿開心這樣子 然後就是在吃飯的時候 也有問她是說 她喜歡怎樣的女生 她喜歡也圓圓的 然後很健康的女生 我覺得我臉也滿圓的也滿健康的 就是聽起來還滿開心的 然後她也有問我說 她...我喜歡怎樣的男生 然後我也說其實我就是滿喜歡 就是壯壯的是又很健康 然後身材又很健康 所以我覺得 今天剛剛約會很開心 約會大考驗 在兩人單獨拍攝約會心得之後 願意繼續約會的話 回到座位上 不想要再約會 就直接離開現場 結果會如何呢 率先回到餐廳座位上的小白 不知道佩佩是不是回來 心情有點緊張 時間到了 看她要走還是要進來 來吧 不是想覺得她好吃嗎 是不是在早餐廳 坐陪她 她是在早餐廳 這早餐廳 後來她的我們的廣告 我已經知道 因為她是很甜的 她是全部都滿脆水 挺長的這樣 可是... 她是醬汁的名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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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醬汁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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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看了真是令人臉猴心跳 這就是戀愛了吧 兩人真的是有意思在一起了 三天後 他們還以情侶的姿態 回到王子的約會 錄影現場約會 簡直是來曬恩愛 實在太閃了 之後有更多像這樣的美好畫面 約會小組 將隨時為您捕捉分享喔 王子的約會播出至今一個月 幾個從頭開始參加的女孩們 到現在都還沒有遇上對的人 她們不禁也開始擔心起來了 女孩們的煩惱 哈琳歌都有聽到 特別情商小天后楊成林到場 婚女孩們展開愛情講座 歡迎光臨... 妳只是要勾我一下是不是 害我自己以為要抱一下 沒有啊 我覺得今天是我們的約會 不敢當... 這個害我都不知道 對 妳剛剛出來真的很像 公主要出來的感覺 我來這個節目 特地為了妳那個 世政大阪一下 世政大阪喔 對啊 哪裡有不一樣的 頭髮剪短了 剪更短 這是...真的嗎 真的啊 你會喜歡短頭髮的女生嗎 不錯... 感覺比較俐落 哈琳哥這個是我的CD送給妳 新專輯了 想幸福的人 這很適合我們現場所有的女生耶 也很適合我們兩個 好 我選妳 選妳好不好 好開心 我剛剛講喔 我說這個 其實每次這個男生喔 這個男生那個女生 有很多觀念上的衝突 對不對 有時候他們暗淡的原因我都講 這也算是個原因嗎 所以我說要找一個 比較有經驗的人來 妳算是有經驗的人嗎 有戀愛的經驗 但是我真的沒有 像他們這麼勇敢這樣子可以 對 真心的 對 表達出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而且其實這樣放眼望去 條件都很好啊 是不是啊 是不是太挑剔了 所以大家有沒有什麼很多問題 想要跟楊丞琳來互動一下 琳琳 我要問一下我覺得 女生再怎麼大方 但是遇到心儀的男生的時候 都會緊張 不知道怎麼去表達 我想陳琳應該也是一樣 可以教教我們 如果妳在喜歡的男生面前 妳會怎麼讓他知道嗎 太突兀了吧 我一開始在哈琳哥旁邊的時候 我也很緊張 我現在漸漸的習慣了 表示她已經無所謂了 沒有啦 還是會緊張耶 其實 我覺得 我覺得 就算 被發現害羞 也不要覺得丟臉 我覺得妳 要平時就要歸類好 因為像我就是 歸類 平時還歸類喔 要做筆記啦 不是 因為我會歸類 就是 我自己很清楚知道 我最喜歡的男生的態度 和一般哥們 就完全兩回事 一般哥們 我就是很明顯 就是哥們的樣子 所以 如果我對那個男生有興趣的話 他一定自己就會發現 喔 我不一樣 我跟其他男生不一樣 這時候我們不用多做什麼 他就會發現了 哇 但我對妳 就要一直不停的做很多耶 我覺得很累耶 妳這樣講 因為我這個 這個探索的能力比較差一點 你知道嗎 好 來 介紹一下 陳志賢 大權 大權 來 這個四位我想請問一下 像我這種就是肉肉啊 性感又豐語的女孩子啊 第一次約會 應該要怎麼樣做打扮 比較適合 可是我覺得妳很有自信 有自信到我沒辦法回答 蛤 真的 她剛剛講這些形容詞 害我都有點不好意思 我覺得妳很有自信啊 然後剛剛那樣講話整個 就是一個很生動活潑的人 會不會放太開 其實我 我根本覺得不會 真的嗎 我覺得有一點喔 沒有 就是我覺得真的遇到了 那個人 他就喜歡妳放很開的樣子啊 對 不然哪天妳在那邊裝作放不開 然後有一天妳完全露出本性 他可不是嚇死了 對啊 所以趕快來報名喔 來 還有什麼問題 要問我們的顧問 來 佩琴 我想問一下陳琳喜歡怎樣的男生 那如果你遇到喜歡的男生 是主動還是被動 你有沒有很後悔 就是不會... 沒有篩選好 來賓這樣 對 不會... 因為我跟你講 有人欣賞呢 對我們來講也是一件好事情 可以讓我們有充分的成長的感覺 成長都用出來了 沒有 我真的其實平時 對哈琳哥那一種啊 其實不敢對其他男生這樣 就是我還是會比較害羞一點 因為我們比較熟 他有時候帶一點點開玩笑的 沒有 是我覺得不... 妳不可能會喜歡我 我才敢這樣 很好聽喔 我跟你講喔 我特別買通了阿毛的喔 叫他找機會放這首歌喔 阿毛你不錯 沒有救命啊 再多就不好了喔阿毛 其實 阿琳哥安排這個啊 我反而以後不敢跟他告白了 對 就是 我就是那種 如果男生很害羞 我就會比較勇敢 那男生如果很勇敢 我就會比較害羞那種 再一次 開玩笑了啦 開玩笑... 你真的想把我逼腿 沒有... 就偏偏對你 我就是不怕 還是不怕 我們先把場面上的事情解決 其實我覺得談戀愛的人 大部分都很清楚 只是有時候會不想要 往清楚的那條路走 我們有時候就是想爬爬山 想過過海 就是 有些人就是想 我就迷迷糊糊 那也可以這樣子 談成一段戀愛 只是看你要不要 對 對不對 對 這首歌曲 想幸福的人 不但送給你們 也是他自己的心聲 對 送給大家 還有這邊這一對 想幸福的人 可愛耶 來 楊成林 等待著一顆心 接受我的坦承 等待愛甜蜜中 有苦澀的成分 會和我爭吻 愛卻不磨損 沒有不信任 沒有不信任 我相信 等一個很像幸福的人 也必須是能夠 能夠讓人 幸福的人 我不怕去付出 也肯成膽災難 溫暖的成品 溫柔的愛迷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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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那個人 王子的約會的好地方 推出我的單身漢 來參加 也希望所有的美女 加入我們的行列 下個禮拜 王子的約會 繼續等你來在一起喔